宇宙学中最激动人心的事情即将发生 詹姆斯,微博太空望远镜准备发射 这是一个价值100亿美元的高科技奇迹 他将探索陌生的新世界 并在我们的银河系和其他地方寻找生命 在破解科学难题中将回答我们所关心的最大问题 我们是否孤独地在宇宙中 詹姆斯,微博太空望远镜也称为Web 是历史上最大的太空望远镜 他针对红外波长进行了优化 他将补充哈勃太空望远镜的能力 并扩大我们对可能有生命的星系和系外行星的发现 哈勃望远镜在天文学和雷达领域掀起了一场革命 微博望远镜比哈勃望远镜强大100倍 并且具有更长的波长覆盖范围 并且比以前的任何太空望远镜都大大提高了灵敏度 这就是为什么一些科学家称之为时代革命 因为更长的波长覆盖范围 将使望远镜能够回溯到更远的时间 以找到在早期宇宙中形成的第一批星系和恒星 帮助完成这项极其艰巨任务的是 轻巧的可展开的主镜 其直镜是哈勃望远镜的2.7倍 面积约大6倍的镜面 镜面由一种叫做皮的特殊材料制成 具有很高的强度 重量比 这将使Web比其他太空望远镜 具有更多的聚光能力 这些特殊的皮镜子 超薄层涂有大约1000个原子厚的金 以优化它们的反射率 与哈勃太空望远镜不同 詹姆斯 维伯太空望远镜 将在离地球更远的地方工作 使其能够达到极低的工作温度 稳定的指向和Web 将具有比绕地球轨道运行的 哈勃望远镜更高的观测效率 Web设计用于检测近红外和中红外波长 这是超出可见光谱红端的光 因此人眼是不可见的 詹姆斯 维伯太空望远镜的任务寿命约为10年 而该寿命最终受燃料量的限制 望远镜需要保持其轨道和航天器本身 及其仪器的正常功能 高科技红外探测器 需要用液氦冷却 以防止热波淹没天文传感器 因为氦将逐渐耗尽 这种昂贵的望远镜的任务寿命很短 只有5.5到10年 所以它是否能在此之后运行 将取决于载人航天飞行 詹姆斯维伯太空望远镜 将是人类和我们技术能力的巨大飞跃 原因是网络将在距离地球 约150万公里的第二拉格朗日点运行 这意味着即使出现故障 也不可能频繁派遣修理人员 有人问为什么不能在地球轨道上组装和测试web 但经过研究发现 它几乎不可能从国际空间站起飞 因为它的机组人员 没有能力在地球轨道上组装精密光学结构的仪器 考虑到中国和俄罗斯 最近炸毁太空中的卫星 还有太空垃圾和碎片的问题 这些漂浮的碎片可能会损坏或污染昂贵的望远镜的光学系统 不仅如此 如果空间站被用作另一个停止点 需要火箭将微薄发射到其最终目的地 天文台必须设计成更大的质量 已承受第二次发射的火箭 因为詹姆斯微薄望远镜比哈勃望远镜大 最重要的是主镜由18个六边形组成 詹姆斯微薄太空望远镜的重量为6.2吨 约为哈勃太空望远镜11吨的一半 主反射镜由皮制成 口径达到6.5公尺 面积为哈勃太空望远镜的5倍以上 web最大的结构是它的遮阳罩 它保护部署的主镜和装有附近的塔 附近也由皮制成病毒筋 你会注意到普世望远镜的一些不同之处 那就是它的开放式设计 哈勃被封闭在一个管子里 但因为微薄安装的位置会更远 从太阳、地球和月亮反射的热量中 它的开放式设计和特殊的隔热罩 将使其保持足够凉爽 以便其红外探测器正常工作 这个遮阳罩大约有20个停车场的大小 有5层称为CAPTON的特殊材料 也用于宇航服 每一套都和保鲜膜一样厚 并涂有铝 以帮助使望远镜保持所需的低温 用于检测红外光 遮阳罩的每一层都是彼此分开的 每一层都比下面一层更冷 层与层之间会散发热量 而且每一层之间的真空 也是一种有效的绝缘体 以至一个防护罩 面向太阳的一侧将是85摄氏度 望远镜的反射镜探测器和绿光器 所在的另一侧将是零下233摄氏度的寒冷 以便在红外光谱中进行观察 WEB必须保持在50开尔文以下 否则红外辐射会淹没它的仪器 即使来自望远镜本身的红外辐射也会引起问题 但船上的液氦冷却器 会照顾到所有高温的物体 这些物体都会发出红外辐射 WEB非常的敏感 可以检测到宇宙中更远更古老的物体 它可能会从第二拉格朗日点检测到月球上的大黄蜂 当然需要定时曝光才能获得小而敏感的东西 WEB将使用高频无线电发射器 与地球上的科学家进行通信 美国宇航局的深空网络 由大型无线电天线组成 将接收到的信号 发送到美国马里兰州的太空望远镜科学研究和运营中心 现在詹姆斯维博太空望远镜终于准备发射 随着望远镜深入太空和一些称之为恐怖的29天 这29天将是一个真正紧张的时期 因为很多重要的事情需要处理 网络望远镜的巨大尺寸 提出了巨大而独特的挑战 将这么大的望远镜送入太空并不容易 尤其是因为亚利安5号运载火箭 不能携带超过5米宽的物体 这就是为什么望远镜 必须设计成一个价值10亿美元的巨大高科技折纸 其中包括网球场大小的遮阳罩 该遮阳罩将折叠起来放置在亚利安5号货运舱内 一旦就位就展开 所有这些都是令人惊讶而困难的工程问题 这是真正令人兴奋的詹姆斯韦伯望远镜 将进行50次主要部署 涉及178个释放机制来部署这50个部件 并且每个部件都必须工作 这个任务就像我们以前从未尝试过的一样 它将是在我们做过的最复杂的太空活动 这次发射任务将如何进行亚利安5号运载火箭 将为AP提供推力 2021年12月18日早上 从法属归亚纳起飞后大约26分钟 就在第二级发动机关闭后不久 韦伯将与阿利亚纳火箭分离 这将触发其太阳能电池阵列部署 以便它可以开始使用太阳能产生电力 望远镜将很快建立自己的定向能力 并在太空中飞行 让望远镜转动 Web将使用6个反作用轮来旋转自己 这些反作用轮基本上是飞轮 用于存储角动量 这些反作用轮将与三个星跟踪器 和6个陀螺仪结合使用 提供关于望远镜指向的位置 和旋转速度的反馈 这将有助于保持太阳能电池阵列指向太阳 而高增益天线指向地球 但在它前往L2目标的途中 一些重要的事情需要发生 Web将对第二个拉格朗日点进行中程校正 望远镜将直航到L2目标 并且在此期间 不会绕地球运行 会有一个小而重要的轨迹校正 运行将使用Web本身的小型火箭发动机 也将快速部署高增益天线 以实现与地球的通信 此时的卫星望远镜将移动得如此之快 它将在一天半内通过月球轨道 这是阿波罗宇航员到达月球轨道 所需时间的一半 之后将执行第二个轨道 将从前后遮阳板托盘开始部署 下一步是通过扩展它们之间的伸缩塔 将航天气巴式和望远镜分开 这个塔将延伸约两米 以便遮阳板的其余部分 可以展开遮阳罩膜 伸缩式遮阳罩中壁将从左弦开始延伸 然后是这些星形吊杆 将连同它们一起拉出铝图层帽 最后的部署步骤将是在发射后的第二周 拉紧急薄的薄膜任务 将通过展开和锁定次镜 完成望远镜结构的部署 三脚架旋转和锁住两个主窗口翼 但这还不是开始 因为望远镜需要六个月后才能完全运行 仪器需要几周时间才能完全冷却 在遮阳罩的阴凉处降低到必要的温度 所有部件都会小心收缩 并且天文台部件内的任何水 都可以作为气体溢出到真空中的空间 而不能在镜子或探测器上结冰 所有主镜段 包括刺激镜子 将在第一个月结束时解锁 并检查是否可以自由移动 在第二、第三和第四个月 将进行另一次中途操作 已将望远镜置于附近的最佳轨道 将进行光学检查 并精细引导传感器 詹姆斯维博太空望远镜 将指向一颗明亮的恒星 以证明它可以获取并锁定目标 其数据主要来自近红外突伦仪器 但此时主镜段将不会对其以协同工作 然后 任务控制器将开始校准 所有望远镜光学器件和一次校准 所有反射镜段的漫长过程 包括与次要反射镜的校准这个过程 将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 当它完成时 冷却过程将结束 带有液体的基在低温冷却器LIAM将在最低温度下开始运行 并且 MIRRI仪器最终可以在第五个月和第六个月开始收集数据 所有基在科学仪器的校准将在观察目标时完成 望远镜将展示跟踪移动目标的能力 例如附近的小行星 彗星卫星和行星 以及我们自己的太阳系 美国宇航局将在调试完成后 进行早期发布观测 这些将展示天文台科学运作的能力 我们将对望远镜的内容感到非常惊讶 将发现这台望远镜的主要科学目标 是寻找第一批星系 并探测大爆炸之后形成的第一批恒星 目前推测 宇宙只有其当前估计年龄138亿的1% 但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样子 我们即将看到 最令人兴奋的一个事情 是詹姆斯维伯太空望远镜 也将能够通过红外光 探测附近恒星周围行星系统的存在 他可能只能看到正在形成的 非常年轻的行星网络 他将能够测量行星的大小 并能够看到穿过行星大气层的星光 测量其组成气体 并确定行星表面是否有液态水 望远镜将能够观察到 我们太阳系中所有离太阳比地球更远的星系 包括矮行星 冥王星和其他科医搏带天体 通过研究我们自己的太阳系 我们将能够测试 关于我们的太阳系是如何形成的理论 这将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时刻 因为网络望远镜 还将观察火星 木星 土星 天王星 海王星 这些行星周围的卫星 以及彗星和小行星 以及作为记录 微博的所有图像和发现 都将像哈勃望远镜一样向公众开放 现在唯一剩下的就是等待 并观看望远镜进入太空 并希望所有的操作和机动 都能像哈勃望远镜一样进行 然而就在最近 詹姆斯维博太空望远镜 又出现了延迟 将Web固定到运载火箭适配器的加固 通过天文台时发生了一个震动 现在美国宇航局 希望确保这些震动没有造成任何损害 所以现在发射日期定在2021年12月25日 如果一切顺利 人类即将见证前所未见的事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